臨時事務局發行的第二代青片會上 略略的補片 如所 疏失 造成社會大陸的富滿 我作為臨時事務局的局長 特別在這裡 代表臨時事務局表示歉意 作為三級機關的首長 我應該為這件事情 不起行政責任 所以昨天我已經親自向本部部長 表示自己的策算 請求死去局長的職務 在這裡再次的向各位致命 昨天發生這個事情第一時間發生之後 有部分的媒體對外交部處理的做法 有很多的指教跟指證 我們都虛心地接受 也深切地檢討 但是我必須特別在這裡強調 有部分的媒體正在外交部 認為外交部在處理這個事情上 態度這個回旋太多 然後有一些好像在硬凹的這種做法 外交部在這邊要特別提出說明 我們昨天在第一時間 發生這樣的問題之後 我們領務局就開始 因為這個案子推進 有從104年的11月到現在 今年12月 整整有兩年一個多月的時間 這個經過我們兩任局長 還有我們的行政組 都會這個護照組相關的組長 還有相關的同仁 他們這些兩人都非常的盡心盡力 而且這個案子牽涉到高度的精密的技術 還有相關的這個配套措施 所以整整經過兩年多的規劃 還有兩任局長 還有多位組長和副局長 那昨天在發生這個事情之後 我們第一時間就請了我們的中央運職場 我們的委託 這個承來這個案子的這個查案 中央運職場來相關任職員 包括他們總經理 讓我們領務局來 第一時間請他們過來 我們跟我們領務局相關的同仁坐下來 非常周延負責任的 將過去兩年多來這個案子 經濟犯的所有的過程 包括開會也好 相關的這個書信的往返 我們做了非常全面周延的爬梳跟整理 就是希望能夠盡快的還原真相 找出這個事情問題的核心 癥結在哪裡 昨天第一時間我們同事 在處理新聞的時候回答之所以 認為外交部在這個圖 至少也沒有問題 是因為根據當時第一時間 中央運職場相關同仁給我們的說法 是以再跟我們確認保證 這個圖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外交部在第一時間 並沒有說話 這個在必須要這邊特別澄清說明 我們是負責任 以嚴肅的態度 變成這樣的一個疏失 由以最快速最謹慎的態度 來進行後續的檢討 所以特別澄清